今天的Podcast開始前呢 要先跟大家做個好消息 我跟小美終於結婚兩週年了 為了紀念兩週年 我們決定推出了自己的週年小餅乾 而且在7月15號 禮拜六下午1點 我們還會在高雄的包喜饅頭五福店 當一日店長 現場會販售我們的週年小餅乾 歡迎大家來找我們玩喔 大家晚安 喂喂喂 喂 通了嗎 不要再喂了 通了 欸你們有沒有這種朋友這樣啊 就是每次打電話起來會一直喂 我們有共同的朋友 打電話過去他都不講話了 喔好像是耶 欸 你們有沒有一種朋友會這樣啊 電話打電話過去 嘟嘟嘟嘟 然後就喔你知道通了 然後你剛開始就 欸怎麼沒有聲音 然後你還看一下手機 欸已經在通話啦 一秒兩秒三秒 已經有秒數在跑 然後我就呃喂 然後他就說 喂 我說你有聽到嗎喂 他說有啊 那你為什麼不講話 我還等你講話 你就 你是耍毛病 而且他每次都這樣子 每次 其實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聊一些我們生活中的境況 是不是因為 我們開始變成工作室之後 你還記得 兩三年前 我們都會聊 譬如說今天 每天發生的事情 對今天外面有貓咪在發唇 他一直喵喵叫 欸不然我們來聊我們的管委會好了啦 喔 我覺得我覺得這可以聊耶 我有觀眾住在跟我們同樣大樓 喔 欸我想到了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觀眾 是 住透天還是住大樓 我們工作室呢 因為是買在那種30年以上的小公寓 我們的坪數不大 你看台南 然後又是那種30年以上的公寓喔 沒有電梯喔 要爬樓梯那樣爬很高樓梯 要爬很久耶 我和小美也是第一次住公寓 我們家以前沒有房子 但是都租透天來住 是 對 所以我真的是第一次住到像這樣大樓有管委會的耶 我以前是小時候是住公寓 但是我們的公寓裡面是沒有管委會的 喔 然後我們現在工作室就是有管委會 我就有問過倉鼠和吐鼠 我有問過兩個員工說 你們未來想要住大樓還是透天 然後倉鼠就說他想要買大樓 他說因為他們租大樓他們覺得很舒服 有管理室可以幫你收包裹 喔然後 然後有大型子母車可以丟盆 還丟盆 很方便 我就跟他說齁 住屋的時候都感覺不出來 因為你住屋的話 大樓裡面的任何事情都是房東在處理的 對啊 對 你真的買下來 然後你自己住進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那個 那毛很多 你就會發現鄰居好像怎麼辦 鄰居好像都很火爆 今天啊我們的社區是有一個群組在的 社區的賴群 然後賴群裡面就在吵架 他們一天到晚都一直吵耶 住戶都在吵架耶 就互罵 好幾個一起在那邊罵 啊不然你現在是怎樣啊 然後漢光 歡迎來告啊 對啊 是不是有告你啊 來啊來告啊誰怕誰啊 好告啊 然後每天都在群組裡吵架 有一個人就先跳出來不滿意 其他住戶 或是不滿意館委會怎樣 所以要不要出來弄啊 然後他說 啊不然你那麼厲害 你不會出來弄啊 自己出來弄啊 你是誰啊 你叫我做事情啊 然後有個住戶就跳對來說 這個群組是我們交流的群組 不是嘴炮群組啊 你們要嘴炮群組 要不要開另外一個群啊 然後他就說 你算老幾啊 你在那邊叫什麼東西啊 我們在改善我們的社區環境 然後他還說什麼 我又不住這裡 這個房子是我的 我也沒住在這邊 我這個房間就是空的 我也不住這裡 然後他就說 好啦你最屌啦 這有什麼好屌的 你剛剛搬出去啊 你退群啊 然後我和小美就 喔喔喔 好火爆喔 好兇喔吃瓜 哈哈哈 欸 你會說等一下 我們不是也在這個群裡面嗎 欸不會我應該沒有人知道我在群組裡吧 你不知道 因為在群組的是我 哈哈哈 我們工作室公寓的那個群組 今天吵架吵超級兇的 而且他吵已經吵一陣子了 對 已經吵很長一陣子了 我後來發現吼 如果你以後想要買大樓或公寓的 真的要三思就是 因為大家的理念都不合 尤其是談到錢的時候 一個住戶不出錢 那其他住戶就只能幫他貼錢 對啊 大家都不出錢的話 要怎麼抽那個臭臭 然後要怎麼洗水塔 然後要怎麼 要怎麼處理一些法規的問題 對啊 所以我就後來就跟餐主說 喔你以後啊 不要買大樓啦 你以後就知道了 那個鄰居 鄰居都在那邊發瘋欸 對啊不然就是你樓上還有人 就那人生了一堆小朋友 然後蹦蹦蹦 我們其實我們工作室 後來我們樓上有搬小家庭進來 對啊就是我們住進來之後 樓上直接搬了兩戶有小朋友的 他們每天都在上面跳踢踏舞欸 好多小精靈喔 我們開工作室也一年多了吧 前面一年的時間 我很確定去年 我們樓上是沒有搬來任何人的 沒有沒有任何人 很安靜 上面一片安靜 今年他們有一個小家庭搬進來 兩個 兩個小家庭 上面的空房直接沒了 然後那個 那個妹妹 那個妹妹超有活力的 那個妹妹就是 還年紀還很小 超級有活力 會那種 然後再加一邊 然後11點的時候 我超恐怖 你知道我跟妳講 我們做影片有的時候 就會花很多精力 然後我那天 做影片做超累 我昨天已經睡眠不足 我前天也睡眠不足 我可能兩天夾起來 睡眠不到7個小時 然後我那天晚上 我頭超痛 我說不行我頭真的很痛 我今天要早點睡欸 我就難得 10點多快10點 我就說不行我頭好痛好痛 我真的很痛 你知道頭痛的時候還很難睡 你知道嗎 頭痛的時候很難睡 我就趕快吃了一個 然後躺在床上 想辦法讓自己失去意識 失去意識 通常就不會痛了 結果我就聽到樓上那樣子 咔咔咔咔 咔咔咔咔咔咔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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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工作室 做好的全面的隔音 我們做了地板隔音 然后我们做了墙壁隔音 我们的墙壁都不是只是单贴吸音棉 我们墙壁都是有做装潢 中间全部塞满吸音棉的那种 我们唯独就是没有做天花板隔音 那个真的是最大的失误 那个小孩朋友的那个脚步 自用力啊 蹦用跳的 而且我觉得那个 从天花板发出的噪音 和那种现实中你听到的噪音不一样 那种咚咚咚的那种声音 很像是那种 那种直接 Pbox 我觉得很像是 我仿佛感觉到有一个雕石头的艺术家 拿着一个枣子放在我的脑袋上 然后这样坑坑坑坑坑 敲我的脑袋 我当时十点多快十一点 我头超痛的 我努力想让自己昏倒 我就觉得那个小孩子拿着一个枣子 然后在那边敲我的头 咚咚咚咚咚咚 我有意识到他在吵的时候 我看一下手表刚十一点 我想说他算了算了 他应该快睡了 小孩子应该都很早睡 他要睡了他要睡了 就一直到十二点的时候 他还在咚咚咚 他吵到十二点 我终于受不了 而且那天你还睡着 那天你睡着了 我好累 那天就是我们两个 好像出差回来吧 特别累啊 然后我那天就是真的 我很生气 我超级生气 我就站起来就是 先喘鬼 我先喘了几下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开门 然后确认一下 你知道我还在家里面 各个角落去 确定一下那个声音 然后那声音到底是不是 从罗上传来的 我就听了一下 我还到厕所听了一下 没错 因为我怕我误会你知道 因为有时候也许是隔壁在吵 对不对 我怕我误会人家 生气我就走上去 我就叮咚他 叮咚叮咚 没有我只按了一下而已 叮咚 妈妈就说 是谁啊 那小朋友还说 是谁啊 是谁啊 妈是谁 我说不好意思 你们楼上有人在施工吗 他说施工 没有啊 因为我一直听到 有那种 蹦蹦蹦的声音 不是我们家吧 妈妈是谁啊 你在跟谁说话 没有啦 那个邻居啦 没有 我们家都很安静 我就说 我说 好 那没事了 你好 你知道我以前做服务业习惯了 你知道吗 真的 好 不好意思 谢谢 我还说不好意思 打扰我了 我好 我以前做服务业的 请谢谢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打扰你了 谢谢 然后 我闹闹的走下来之后 我躺到床上 然后又听到 就是你了 妹妹 我就觉得 我是脑肿 小闹闹 那是因为你知道 咚咚咚的是小妹妹 那你知道我们刚搬来的时候啊 我们的邻居 就是住在我们隔壁的 他呢 他跟另外一个男生 一直疯狂吵架 等一下 他现在在隔壁怎么办 我确认他机车不在 你现在讲邻居会话 他没有在听我们直播 你要小心隔墙有耳啊 我们讲小声一点 然后 他那时候半夜的时候 就一直跟另外一个男生 就是他的同居的 一直疯狂吵架 然后一边尖叫 一边大吵大叫的 半夜三四点 四五点的时候 都有发生过 而且不止一次 有一次半夜三点的时候 我起来尿尿 然后就听到隔壁 然后就摔东西 他会一直摔东西耶 然后我就赶快把小美咬起来 小美 小美 怎么了 赶快来听邻居吵架 你把我咬起来 就要听邻居吵架 我说对啊 很吵耶 三小 然后我们就会想说 哪边的声音比较大声 然后我们就跑去厕所听 然后有一次 有一次他们就吵到 要开门出来 然后就好恐怖 然后我就一直在 我就一直在发现 想说 我们这种情况 到底要不要报警啊 还好不是疯狂吵饭 我太可怕了 说我们之前也有 邻居吵架 我也有帮忙报警啊 所以我是觉得 邻居吵架 还是要有习惯报警 我觉得如果 那个感觉 比较像是 我们好吧 就想说他吵架 应该就没事 如果真的发生了 什么重要问题 那那怎么办 嗯 对啊 可是我觉得小金妮最近很安静耶 是不是因为开雪了 还是要搬走了 真的吗 我很久没看到她了耶 真的哦 对啊 我只知道那时候 他们搬来的时候 那个楼梯间 全部都多了一堆饼干 那楼梯间 那一直吊宝耶 那一户 那个年轻夫妇 真的蛮夸张 就是他小朋友都是 半夜有十二点多 你还可以听到他在那边 哒哒哒叫叫 然后他还会边走边吃饼干 然后吊的整个楼梯都是 然后他还不扫 都是小美去扫的耶 整个公寓的楼梯 都是小美在扫 哎你自己老子说 是不是整栋公寓的楼梯 是你在扫 对啊 天哪 我们是这边 我们是这边唯一 优质住户 唯一有在打扫楼梯的人 而且上次那个妹妹啊 就是 我们有一次不是 我们可能录音 然后工作到一半 都还没下班 然后我们参数啊兔数 我们四个 全部都有听到 外面有小孩在哭 然后他就一直哭一直哭 结果他们下班之后 那小孩子一直哭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可以哭这么久 我就走到阳台去听啊 就那个小孩子说 妈妈 不要 妈妈不要 然后我就想 怎么办 小孩子一直喊不要 我我在想说 是不是被关在阳台 跟你一样 应该是耶 大家小时候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妈妈把你关在阳台 你不乖妈妈把你关在阳台 为什么还在阳台 然后我在思考 请问这个状态的话 要不要去报警啊 可是 要不要觉得 好像是不是多管闲事 对啊 就是那是有一次 那个小女孩她不是会叫吗 对啊会叫 而且她常常会哭 然后她妈妈哭的时候 就把她放在楼梯间 哦对啊 她妈妈把她放在楼梯间 让她一直哭 就你不乖吼 你不乖 你去外面啊 然后把她赶出去 然后她就在楼梯间哭了 然后哭了 那哭声之大 是那种 妹 妹 就是那种 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小孩子用失心裂肺的哭 她会哭到没气 然后她哭了多久 她好像哭了十几二十分钟 超过 超久 她哭了三十分钟 那天我们在上班 吐鼠和仓鼠都听到 我和小美都听到 然后我还打开门听了一下 然后再关起来 你知道那打开门超大声的 就是 声音冲进来 我们原本在工作 然后那门是关着 然后我们就听到那个 然后我就说 袁凯你开门帮我确认 然后袁凯就打开 然后就 然后我就确定说 哦有小孩子在楼梯上哭 我们就说怎么办 然后就说不然先关起来 我们再等 结果我那个小孩子 就在楼梯间哭了二三十分钟 他就说怎么办啊 要不要跟他妈妈反应啊 不然小孩子这样哭也不对 我就说不然我来处理 然后我就打开门这样子 你就开门 然后乱叫 我就叫超大声的 然后 他就赶快 把他小孩带进去 他妈妈就打开门 把他小孩带进去 楼上就没声音了 我要让他知道楼下有风支 还敢 还敢把小孩子放在楼梯间啊 我让他知道他楼下住风支 希望的妈妈没有听直播 我打开门叫 然后不到一分钟嘛 三十秒 楼上就传满了开门声 把他小孩接进去关起来 等一下 是不是你叫完之后 我们就没什么听到小孩子在叫啊 我叫完之后他们搬走了 你这样一说他们 我好像真的很久没看到他们 对啊 他们搬走了 有可能 楼下有风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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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这就是我们最近的心得 关于我们住在公寓 我们工作室其实不大 住公寓的心得 对啊 其实我觉得 住 尤其是住老公寓真的要注意啊 住老公寓除了邻居有问题 还有管理会的问题以外 呃管线有问题也麻烦 对 像我举例 那时候 大家有人的 我们楼上有人的水管堵住了 然后 楼下一只淹水 楼下就 楼下的那个阳台就一直喷水出来 那个厨房就一直喷水出来 一直喷脏水出来 然后最可怕就是 因为他是阳台 呃 就是水倒管 水灰管 对啊 然后有 其实那是群组PO的 嗯 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是有一个晚上然后就是去阳台要收东西 结果他不知道有水啊一踩马上滑倒 他好像骨折吧还是怎样 然后就PO上来我就觉得哦 然后之前还有其实还除了这些小问题以外还有很多 其实最多的都是邻居间的纠纷了 是啊 你看那时候不是还有那个把人家 拖 盆栽啊 然后把花盆打破啊 对啊 很多事情 还有那个有人占用啊 像是我记得那时候有人在公共的区域亮那个棉被 另外一个人不爽啊 就觉得说为什么占用区域 他就拿喷漆去喷他的棉被就说这里是公共区域 臭你妈 然后被PO到群组上 真是 超凶的 超凶的 其实我觉得哦 有管委会啊 或是你的社区有群组啊 有赖群 你就可以看到那种社会百胎 就会看到各种人哦 就是这个群组里面啊 有些住户就是很和蔼可亲的 就是他有什么食物啊 想要分给他 就说啊 我们有烤很多食物啊 他在一楼有店面 对啊 我们有烤他的蛋挞 他烤的那个手工布丁啊 很好吃 超好吃的 我们这个布丁啊 我想分给分享给住户吃这样子 今天做比较多 然后就share给住户 喜欢的自己拿 对 然后有的住户就是 哎 干呀 那种感觉 你不是说今天没有吃 那是住户骂的不是我骂 你要乖 然后还有住户会去乱停别人的停车阁 哦对啊 没有停到就先停别人 啊不然就是乱停 停在走道 对 就随便乱停 就是很多纠纷 就里面的白白种 有和蔼可亲的啊 有超级凶的 然后有那种传教的 有那个住户就很喜欢 哦 他会一直 手工制作宗教小卡片 然后塞给每一个住户的信箱 对啊 然后就是你可能在拿信的时候 哎 那个不好意思 那个先生 你有信教吗 我都有放在你的信箱 我说我有看到 你要不要信教 我说先不用 那个你 你本身是有什么信仰吗 我说我太太有阴阳眼 他说那他看得到耶稣吗 他看不到 我没有看过 反正就是 他除了穿教的以外 还有互骂的啊 说话互告的啊 很多啊 哩哩哩哩哩的 所以我觉得啦 有时候看群组 尤其是今天 今天群组是不是超多的 对 今天群组应该有999家的 疯狂的骂来骂去 其实我觉得 大部分人都是选择安静 因为在哪边好像都不太对 对啊 没错 你好像帮他说话的话 各自有各自立场 对啊 所以小美在里面都是 都是不讲话 我在吃瓜 我就说你要不要贴那个贴图啊 贴那个超性感的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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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不行乱贴 等一下群组发现怎么办 贴起来然后说吵起来 不行啦 我们不能讲风凉话 其实我觉得官委会也是很辛苦啦 因为他除了上班以外 还要忙着处理社区一些事情 也是很辛苦 阿郎说啦 官委会就是吃力不逃好的工作 真的 没错 那个今天 那个疯 一对疯狗在那边吵架 他会完全吵起来的时候 我们又 如果不在台南 或者我们在外地 怎么办 对啊 别的县市 我们要怎么赶回来 那真的是吃力不讨好 还是群组里面 有没有人是 做官卫会的 那真的要很 那真的要很辛苦 对啊 因为你知道 住户又很多 你要住户几十人 几百人 你看以前 以前一个班级三十个 都很难管 一个老师都管不动了 你要管一堆成年人 一定是不行的 来 临去看看 单单 听到了 来来来 我们连去回来 我们连去回来 他已经听到了 他已经听到我们在笑他 真的吗 他应该不知道我们是谁吧 不知道 真的吗 对啊 好了 就谢谢大家 今晚的收听 还被别人误会 A大楼基金 哦 有啊 有啊 我们那时候刚买 常常被误会啊 常常有人在问 最后有人说啊 哦你看 你知道吗 那个官卫会 都不知道拿我们的钱 在干嘛 因为很多人 因为我们毕竟每个月 都有交钱给官卫会啊 然后有些住户就会说 他感觉都会拿我们的钱 都会偶别开 就是三不五十警察未来的原因 哦 然后又不会开 好啦 这个东西很复杂 这就是我们的 今天遇到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这样讲 今天遇到的事情也蛮好笑的 可是我很怕被漏收耶 我还被发现怎么办 哦 长天 搬走 搬走 搬得走啊 我们工作室才开两年耶 就要搬走 这边装网 装网好 我要搬走 装网可不可以拔掉啊 哦 不好意思这个 我请设计师来把装网拔走 我留空屋给你们 好啦 所以我们来念一下 Podcast的留言 可爱的多善说 好久没有更新的 喂 哦 抱怨一下 我们马上更新 然后不骂脏话说 全集 很棒 可是希望不要讲不好听的词 好我们尽力 我们今天是不是都没有骂脏话 今天好像就小美讲 我讲了什么 你说你要随便乱买 哦我没事 名字一直被占用说 从YT非来听全集的小粉丝 很喜欢霸圈讲一讲突然发疯 什么东西 会在捷运你笑到 无声笑开 自己也是金牛做女生 平常吵架会被嫌反 久而久之越来越不敢了 看到小美活做自己的样子 给了我一点自信与勇气 那小美是谁给你自信和勇气的 那个梁静如 什么东西 没事 那是谁 哦那是一个女歌手 她唱了勇气 她唱了勇气 她的歌叫勇气 所以这是你的正确答案哦 不是 哦 哎怎么有人给我一颗星啊 她说YDJWGD说 超喜欢你们的你们超棒 哦那我 你会帮我改成五颗星 你是不是点错了 你你你超喜欢我们 怎么就一星 好喜欢 我四星给小美 八星给一星 哦 好喜欢你们 翔翔的感觉 听到小美尿裤子那集 身为常常穿宽裤的我 也有怕裤管摊在地上的困扰 想告诉小美 其实可以把裤管卷起来哦 我都把裤管卷到大腿上再蹲下去 这样可以刚好用裤管夹住固定 好谢谢YDJWGD 提醒你一下 下次可以改成五星 浅YT说 超爱八星给小美 谢谢 今天就分享到在这边了 我们现在也开一个目击系列 我们就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了 欢迎大家去分享你的奇葩邻居 就是你在你的邻居 不管是恶邻居 还是很吵的邻居 还是很奇葩的邻居 都可以分享 在影片底下留言 我们会专门做一支影片来跟大家讲 我觉得这可以耶 一定很好笑 一定很好笑 绝对 我们要募集恶邻居系列 好了 就谢谢大家今晚的收听 我们下礼拜三 等下我们下礼拜三会直播 我们先暂定下礼拜三见 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 大家麦麵 大家麦的麵 麦的麵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就后来